嗨,大家好,欢迎收看Nelly的包包分享视频 大家分享的包包呢,我之前其实在那个Nelly和Nelly的朋友们的视频里面介绍过Shopping同学的两款 他们家的包包就是亚历山大王,大王家的两款包包 一款是他的双肩包,一款是他的一个黑色的小包叫Pedicon 然后今天这款呢,就是来自亚历山大王家非常经典的一款圆筒包 名字是叫做Rocky,其实圆筒包他们家的两款很红 先推出一款叫做Rocko,就是我待会给大家讲是有什么区别 然后今天跟大家讲的这款叫做Rocky,它其实是有两款不同的圆筒包 拿到手的这款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大红色 非常的亮眼,让人难以忽视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今天还特别给它搭配了一身黑,我觉得是非常配这款包的 首先从外观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圆筒包 就是波士顿本那种包的包型 看侧面来看它是一个圆的,对吧 然后呢,他们家最大的特色就是锚钉啊 所以你看它的底部,整四排锚钉 全是那种非常shining的银色的锚钉 所以它对应的这边的拉链的金属和这边的搭扣 都是用的shining的这种银色 其实红色和金色搭配我们键的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 红金呢,其实是能够两者在一起其实是有一种中和的作用的 就是金色能把红色的亮度稍微柔和一下 然后红色也能把金色的这种爆发布感觉那种感觉就稍微收敛一下 而红色和银色搭配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但是在这个包包上面我觉得运用的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就是它就是告诉你,走在人群之中就是焦点 整个车厢都在看我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说这款是Rocky不是Rocko呢 Rocko它其实更像一个中规中矩的波士顿包 它是拉链是这样一条,就是在这里就这样横过来的 就像LV的Speedy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横过来的拉链 而这款Rocky呢,它是比较有特色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包盖是上面像一个半圆形 然后在包包的上方 你如果要打开的话,就是它这样打开了以后 它是像有一个盖子一样 是这样翻开的,而不是横过来的拉链 然后呢,它的侧面来看呢 你现在因为东西没有放满,所以你看起来可能不是一个圆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圆形的一个形状 但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稍微有一点棱角 你可以看到包括它底边这边其实稍微有一点棱角 而不是特别特别圆 特殊的地方是在于你看它这边其实有做了一个小口袋的 你看它这边其实有空间 然后在这里其实是有一个侧拉链的 这个拉链是可以拉开 然后你里面放东西它其实是有一点空间的 给你放东西的,可以放个什么交通卡之类的 这样就会比较方便嘛 你滴滴一下就这样直接滴滴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了 就是一个平面 所以就外边其实一边是有一个小口袋的 我们来看一下内部吧 拉链拉开就这样一个小的翻盖一样 你打开以后里面的空间就一览无余了 后背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拉链口袋的夹层 在这边 然后对面的这个位置 因为里面是黑的 黑色的那种尼龙布的内衬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这里有两个口袋 是可以插手机的那种 和放放比如说口红粉饼 我觉得可以放在这里面 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没有分隔了 就里面就是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圆筒的一个空间 看一下这款包的皮革的质感 有一点做成那种褶皱过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手给它捏过 然后再把它放开以后 上面会有留下这种自然的褶皱的这种纹路 跟季凡希的潘多拉的皮革质感 稍微有一点类似 不是完全一样 稍微有点类似 因为它就它即使是褶过以后 还是基本上它在一个平面 而季凡希的潘多拉它是有一点 就是已经高低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 但是它基本上还是平了 基本上还是是一个平面的 但是它感觉它的这个皮啊 感觉比季凡希的那个 山羊皮还要更厚实一点 所以手感摸上去的手感 其实是非常厚实的 所以这个皮革也是比较耐用 不容易就是滑破啊什么的这些 及这些优点于一身的皮革 然后呢 讲到自重的问题 它因为毕竟底部装了这么四排的锚钉 所以它的自重是稍微有一点重的 但因为它的这个尺寸是相对来说是比Rocco小的 包括它的这个长度其实是比Rocco小的 所以就是它的容量也不会放太多太多的东西 虽然说它的容量其实是蛮充足的 所以其实你带日常的一些东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的这个容量 而且甚至就是说你比如说要放Pad啊什么的 放在里面也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不建议把这款包放太多东西 因为自重是稍微有一点的 这个应该也是大王家的包包的特点吧 重 且感觉有质感 这大概就是大王家的一个特点 就是太轻飘飘飘包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质感不太好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想法和需求了 然后我现在背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它两个把手你肯定是可以这样拎拉 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然后你也可以这样手跨 手跨它的好处是在于它的这个把手啊 不是很高的那种把手 就是如果这个把手特别高 你这样跨着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歪掉的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当你两边的这个长度放的是不一样的时候 它这个包就很容易歪掉 反正对于我这样厨女座来说 手拎包然后包歪掉是一件不太能够接受的事情 所以它这个手柄虽然不长 但是就是这样可以保证的是它不会歪掉 这一点我倒是蛮喜欢的 当然有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太卡了 卡的手臂不太舒服 其次呢它就是可以肩背啦 我把肩带装上 一头是这种金属扣 一头是这样通过一个皮带的这样一个方式 把它扣在这个扣子上面 首先你就可以这样单肩背它 然后因为它肩带着这个地方还 它肩带比较细嘛 所以这边也还是做了一个就是趁垫 这样会让你背的会比较舒服一点 其实它的这个长度尺寸各方面 我会觉得是比较正好的 也可以给它斜跨 斜跨也是很方便的 然后因为它长度其实还可以调节嘛 如果你觉得这样对你来说太短的话 你可以把它再放长一点 我觉得这个包背起来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酷 首先就是它的毛钉啊是在底部 所以说呢它不是说第一眼就让人觉得说 哇这包rock'n'roll的那种感觉 但是当人家发现了这一排毛钉以后 就会觉得这个女生也太酷了吧 包包的底部有这样一串毛钉这样 然后另外这个毛钉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你把包包都放在这样一个平面的时候 它的皮革就不会接触到这个平面 就是皮就不会弄脏也不会弄破 因为很多包包啊如果你随地放啊什么的 会蛮容易把底部这里磨破的 然后它这里底部就全是毛钉 随便你怎么放应该都是划不到包的 而且它也可以稳稳地站住 甚至你看我现在里面空空什么都没有 它都可以这样站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这个毛钉虽然带来了自重略重的这个缺点 但是同时它有非常多的优点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作为设计的一个部分 甚至作为这个包包设计的重点 还有这个品牌设计的重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存在 当然如果你嫌它重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不要买这款包 但是如果你喜欢亚历山大王家的这种 就是非常摇滚 然后非常自我非常酷的这种感觉的话 那我觉得毛钉真的是他们家的第一大要素 它的包包基本上是很 就不是用毛钉 也是用非常浓重的金属色彩去加重它的包包的这种设计感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你欣赏他们家的包 你应该是会喜欢它的这些 锚钉和金属的这种元素的 今天这款包包就介绍到这里啦 最后呢还是Nelly个人的广告时间 你如果对包包非常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我写过很多关于包包的文章 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你如果关于有任何包包的问题 或者你想看一些包包的资讯什么的 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 还有如果你对我个人也挺感兴趣的话 也或者说你对在英国生活的中国人的日常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 我通常会发一些关于个人的 比如穿搭啦 妆容啦 然后吃喝玩乐这些的东西 会放在我的个人微博上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